擦撞超車打滑不斷 國際品牌超跑賽意外頻傳 但賽車依舊要維持競爭力 衝衝衝 賽道上这些赛车 时速轻松又突破200公里 但是要怎么激发他们的庞大性能 背后这个赛车维修中心 绝对是关键 差零件测性能 工作人员从场外赛道上到场内 围着赛车忙个不停 小小一块的整备区 却要担负赛车所有维修跟补给的重任 车头几乎全毁 但为了要参加下一场比赛 必须在两个小时内修复完成 一旁车手可没闲下来 毕竟要驯服这台赛车挑战不小 这个直线级大概只有到210 那通常如果在 比如说上海啊 可以270 280吧 像这个paddle ship 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直接打档 进档 游小方向盘里头不但要负责操控 还包含换档等等 好几种复杂的功能 而开上赛道后 温度更是考验 赛道竞争激烈 而里头残酷的天气 绝对是考验 可以看一下目前赛道的温度 已经高达35度了 而里头的车手没有冷气的情况下 温度可能上看40度 想应该有60几度吧 没有冷气 只有一个进风口跟窗户 虽然一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 但比的可不只是车手技术 整个背后赛车团队都是考验 龙润争激烈卷正彦龙 在屏东大鹏湾的采访报道